我們來看這個外積的一些性質 第一個性質就是說 兩個向量外積的話 如果交換的話會多一個護號 你可以把它叫做反交換率也可以 如果沒有護號我們叫做交換率 那現在外積的話你給它交換的話 會多出一個護號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向量外積對交換具有分配率 左右分配都有 這是左分配,這是右分配 好,我們來證明這些性質 首先這個性質很好證 因為我們曉得說 這個假設如果是A,這個假設是B 那麼你A x B 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那大小是AB3一起大 然後你B B x A 是這個方向 跟剛剛的方向剛好相同 大小是BA3一起大 BA3一起大跟AB3一起大一樣 所以這兩個就差一個方向 也就是差一個護號 這個是這一個的反方向 那你把它加一個護號的話 那個方向顛倒過來以後就跟它一樣 所以我們就證明了這個交換率 所以要加個護號 再我們看 V V這個性質 這個分配率 外積對交換具有分配率 我們現在的話 這個它事實上也有幾何役 它的幾何役就是說 這個 那個 垂直方向的投影 也是可加成的 這怎麼看 我們看看這個 我們先看左邊 假設這個向量 我們叫A 這個向量叫B 這個向量叫C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左邊這個 你這個A close B加C B加C是這一段 好 那B加C的話 我們看看 我們先看大小 就是A close B加C的大小 我們先看大小 這個大小等於多少呢 等於A 讓我們知道 這個外積代表有向面積 就是底層高 底層高 這個我叫做HB 好了 它大小就是A的大小 乘以什麼呢 乘以H1 就B加C這個向量 對應的什麼呢 B加C這個向量 對應的高 好 好 再我們看看 這是左 再我們看這個 右邊的 右邊的話 我們看第一項 第一項的話 A close B 就是A的大小 乘以多少呢 高 就是A跟B 夾層的P 就是底層高 那這個我叫做H2好了 就等於A的大小 他乘以這個H2 方向的話呢 是這個方向 跟這個方向一樣 這個方向也是 A close B加C 方向一樣 再來加多少呢 加A close C A close C 你可以把C把它平移過來 平移過來以後 平移過來以後 A close C的話 也是A的大小 乘以這個高 這個叫H3 這個的話 就是A 乘以H3 方向也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三個向量 方向一樣 那大小的話 我們看 大小的話 這是H1 H1是等於H2加H3 A1的話 右邊的是H2加H3 H2加H3的話 剛好是H1 這兩個剛好一樣 所以頂多上來等於左 所以大小 左邊跟右邊一樣 方向的話 三個向量方向一樣 所以這個公式就正名了 好,再來我們看看,這個是左分配,我們來看看右分配 右分配我可以用左分配來證明 怎麼用左分配來證明 我這個可以對調,因為外機對焦法具有那個反交換性 交換以後的話會得到什麼呢? 我會多出一個戶號來,戶得多少? A,戶得多少? B,加C 我們戶得A,戶得B 再戶正和戶 這個戶得多少? A,戶得C 對調以後加呼號 就是B,戶得A 加C,戶得A 那些都得正了 這個的話等於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是所謂的右分配 右分配就成立了 是